Hello 大家好 我是大脸猫猫姐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 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 如果他们的兴趣定位客户是找到进一步购买之旅的人的好方法 当我们知道潜在客户在Fastbook上花费的时间时 这是一个很好的定位策略 如果我们的客户倾向于喜欢社区群组或相关爱好 请根据该信息构建我们的受众群体 根据Fastbook上的购买历史记录 设备使用情况和整体浏览活动等 行为创建受众群体也很不错 通过行为定位 我们可以找到积极寻找与我们自己类似的产品的人 结合这些特征 开始定位与我们的买家角色最匹配的个人 这样有助于创建适合其需求的视频内容 从而更好的提升受众参与度 通过在发生某些潜在客户事件时触发广告 还可以自定义目标受众 例如家庭发色初创公司 Magazine Reef在完成在线样式测验后 会向人们发送有针对性的视频广告 Magazine Reef的在线风格测验事例 这是一个很有针对性的做法 因为麦迪逊里德知道这些人对他们的产品感兴趣 此外使用测验中的信息 他们可以显示符合潜在客户个人偏好的广告 所有这些共同努力帮助我们找到最大的机会 但Facebook也让我们更进一步 帮助我们重新定位以前与我们的视频互动的人 登入Facebook广告管理器 查看谁已查看我们的视频 以及谁完成了该视频 要算作已查看 个人未需要至少观看三秒钟的视频 算作完成 他们需要至少观看95 通过Facebook观看视频 观看统计数据 编制以查看或完成视频的人员列表 有助于构建之前 被我们的内容吸引的人群 他们已经表达了兴趣 并愿意观看类似的视频 我们会称这些人为我们意向客户 由于广告在Facebook的新闻feed中自动播放 因此观看时间超过三秒的用户 可能会被视为至少对我们的内容感兴趣 完成Facebook视频的用户非常感兴趣 这不仅可以降低广告费用 目标用户也更有可能最终完成购买 同时可以为潜在客户提供更好的整体体验 这样可以建立消费者对品牌的信任 在购买之后更容易产生忠诚度 当我们将广告系列视为序列时 可以更轻松地构建广告体验 从而有效地将潜在客户转移到渠道 以Target为例 展示一位穿着公主服装的年轻女孩 在房子周围跳舞 为万圣节兴奋 这是Facebook用户将第一个视为Target广告活动一部分的视频 Target了解观看此视频的人员了解了什么 他们对万圣节很兴奋 有孩子正在考虑购买服装 将他们放在一起 我们可以推断出 他们会对孩子们的万圣节活动感兴趣 这就是为什么Target会将这个广告跟进给那些观看过 舞蹈公主视频的人 基于先前观看过的视频 重定向万圣节广告 这样Target会为这些热门潜在客户提供更多相关内容 并可能因此减少广告支出 他们正在与潜在客户建立关系 在他们接近购买时 慢慢推出更具针对性 以转化为重点的内容 根据特定客户需求 创建内容 我们不仅需要了解人们在渠道中的移动方式 还要了解每个广告如何按顺序进展 以创建品牌的整体形象 随着时间的推移 我们正在慢慢提供并建立我们的价值主张 这时候我们在广告系列中再在使用自定义受众群体 假设我们要重新定位 以观看超过50品牌认知度视频的人 如果他们观看了50的视频 我们就会知道 他们至少已经看到了足够的信息 来了解我们的品牌 如果我们的视频时长只有一分钟 并且我们知道 最有价值的内容发生在25秒左右 那么仅针对仅观看2515秒的用户就不会有效 观看7545秒的用户 可能已经进一步沿着漏走了 这就是为什么 必须了解不同类型的内容 如何吸引受众群体的不同子集 我们对视频内容的具体了解越多 效果就越好 最终客户获取成本也越低